苗栗市有一家餐酒馆 原本雇用一名更生人 希望他可以改过自新 你有想到这位更生人 却跟同事不断的爆发冲突 离职过后还找来同伙 砸电成生斗魂 甚至对业者呛瞎 要是再重新开张了 还会再前来砸电 监视器拍到 男子拿起门口的椅子 朝店面用力一砸 一张不够 他再拿起另一张 一样砸向店面 最后居然还拿棍棒继续砸电 同伙也一起动手 一群人就在店门口捣乱 趁凶逗狠 离开时 似乎也看招牌不顺眼 跳起来手一甩 招牌被砸毁 顺手一挥 门前盆栽也不放过 苗栗这家主打 和风洋食的餐酒馆 惨被砸电 苗栗市某餐饮店 遭人恶意砸毁 经远警赶赴现场 相关室案人均已逃逸 警方调查带头砸电的 父亲男子是根生人 业者好心雇用他担任厨师 没想到他却与同事不断发生冲突 任职期间已提前预支 薪水一万元 却还要再度预支 老板不答应 父亲男子心生不满 才会在离职后 招来同伙砸电 经查父亲与店家老板 因工作发生头脚 心生不满 所以就有砸电 餐厅业者好不容易 趁过疫情 又得花钱修复店面 准备重新开张 父亲男子还放话 会再来砸电 行径实在太过嚣张 如今加上四名同伙 都遭警方逮捕 依妨碍秩序罪与毁损罪送办 记者张新杰苗栗报道